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厦门大学 我叫王翔卫,来自台湾 是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颜二的学生 可以看到我生了这道楼群吗 它就是我们学校的标志性建筑,加根楼群 它的名字来源于我们学校的教主 也就是我们的创办者,陈嘉根先生 厦门大学是中国经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 1921年,陈嘉根本着新学包裹的理念创办了厦门大学 夏大在这百年的历史上可是有过许多名恩了 夏大环境优美可是出了名的 那么在夏大读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用一个词形容夏大的生活,那就是浪漫 白天浮温湖畔的黑天鹅是你上学路上的伙伴 夜晚可以在上学场看星星 每天可以走在风凰花出涌的校园路上 还可以约上三五好友去诗园谷走一走 在夏大读书,生活是很享受的 不仅可以呼吸到最最新鲜的空气 还可以穿梭在文物级别的建筑之中 夏大校园里的不少古建筑都经历了百年的洗礼 青庄红网的墙壁,闽南风景的屋顶是夏大建筑独有的家根风格 我现在到了延二阶段,更多的是跟老师做一些科研活动 我现在正好要去开一个小组会议 夏大的学术氛围虽然浪漫,但一点都不死板 有不懂的问题,我们就会小组一起讨论 老师们在学术上各个都是顶尖级别 但是讲起课来,却是妙语连珠 深入浅出,每周都会安排着学术讲座 也能让你亲眼见到传说中的学术大牛 中午下课啦,我约了同学一起到食堂去吃午饭 夏大的美食,菜品种类可是非常丰富的呢 夏大在市民校区一共有六个食堂 八大拌,长粉,砂锅面都是我的最爱 夏大的饮食和习惯跟台湾很接近 让我感觉并没有离开家乡很远 这边离台湾比较近 然后跟台湾的风土人情也很像 生活习惯可能会比较接近 我们在学院学校内参加学生工作 他们并不会把我们港澳台跟内地学生区分开来 我们港澳台就是跟内地学生一起 做一些学生工作,做学生活动 厦门大学它非常重视我们港澳台学生的发展 六月启动了行员港澳台学生骨干专项培训计划 给予港澳台学生去展现才华 锻炼自己,去跟那个社会做互动的一个过程 像我们六月,我们去了武汉 影像荣德做一个社会实践 寒暑假期间,福建省跟厦门市 都有提供一个专项的实习计划 会把我们特别推荐到省内 或者是市内的一些企业机构 暂时放下紧张的学业 来到运动场上运动一下 我平时最常参与的是半轮球社团 除此之外,学校还引进了翻船 平滑艇,高温扑球等体育项目 学校也一直在鼓励我们去尝试 更多新的运动形式 其实结束了一天的学习生活之后 我们喜欢到白城沙滩去看看新阳 看赖花翻涌 消除心中的烦闷 你看夏大这么久了 我觉得夏大给予我 就是特别多 也是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安全感跟自由感 不关是从学习 还是到日常生活之中 他都照顾到我们很多方方面面 很荣幸能够成为夏大的一份子 我觉得夏大的环境真的是非常漂亮 同学都很热情 老师也对我悉心指导 班级里也会组织很多的时间活动 这对我未来的创业与就业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夏门大学给我们新传人提供了很多的实习机会 我希望以后我可以在这个美日的夏门继续升等 祝 channels 祝我们的如果大家保留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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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